这里是大城湿地 这里是几千农民和附近居民的收入来源 这个湿地在台湾是非常肥沃的农地 但是一旦这里兴建石化厂 这一切都将改变 这里生产台湾三分之一的好 化工厂方面说 这个计划可以创造几千个职位 并增强台湾制造乙烯的能力 乙烯用于制造塑胶产品和建筑材料 中国对乙烯需求殷切 台湾可以把制品卖到中国去 这里出现多次抗议 工厂正在同政府官员和环保专家开会 暂时还没有得到最后批准 但是当地人发誓继续抗争 保护自己的土地和生活方式 Cindy Hsu, BBC News, Dacheng Wetland 的确保 三分之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